地上一片狼藉 汽機車零件四散 還可以聽到民眾大聲哀嚎 放眼望去多名騎士跟路人倒在地上 交警低時間抵達現場 可以聽到救護車鳴笛聲四起 急忙要將這些傷者送醫 現場一片混亂 車禍地點 就在北京東城區的交道口 十九號晚間七點多 一輛黑色汽車突然衝入飛機 動車道 還衝撞行人 但離譜的是 肇事駕駛居然在現場 還跟民眾吵架 面對群眾指責 駕駛飆罵髒話回擊 絲毫不認為自己有錯 後來眾人團團包圍下 警察將男子帶下車 當場上銬逮捕 只見男子已經沒了 先前的囂張氣焰 遭警察壓制後逮捕 現場除了受傷倒地的民眾 越來越多人圍觀湊熱鬧 根據影片裡頭其他民眾的描述 肇事駕駛149架才導致這起連環衝撞事故 詳細受傷人數以及確切的事故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 這幾天中國接連傳出汽車衝撞事件 讓中國民眾人心惶惶 中文都選擇 絲毫不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